朋友们好啊,这是我们四圣心源研修的第一课 这个课啊,可以说是千呼万唤使出来的这么一个课 那么这个课呢,我在很多年前就在酝酿 多年前我读到一本书 那本书呢叫做《原运动的古中医学》 当时我感叹,哇,居然有把中医写得这么通透,这么美妙的书 然后我把那本书的作者认为是一个极高极高的这么一个高人 那么等到后来呢,我才知道 《原运动的古中医学》这本书实际上是四圣心源的一个 结选了四圣心源的一小点点点点,然后编辑成的这么一本书 那么我就来读四圣心源 一读四圣心源,深深的把我给震撼到了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在想 这么美的书,这么好的书,这么通透的书,这么实用的书 我们应该分享 那么这个念头发出来到现在 小十年过去了 所以 我们讲这是千呼万唤使出来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课 那么 大家来听这个课呢,都怀着同样的一个目的 就是想要学习了解四圣心源 那么通过四圣心源这个渠道呢,去学习了解中医 那么最终呢,使自己获得中医的相关技能 获得相关的美感的享受或者体验 这是我认为的大家来学习四圣心源的这么一个目的 那么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就紧紧围绕着我们的 掌握技能 学好本领 去体验中医 这样的一个几个关键词 来推进我们的课程 今天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进入学习 学习的是四圣心源的第一篇 天人节 前面我讲过三讲的公开课 听过公开课的亲呢 就比较清楚的知道一个事情 那就是 整本四圣心源 大概是八万字 当中的第一部分 就第一卷 天人节这一卷 是作者最后写成的 作者先写成了其他的部分 细节的 这个应用的部分 然后他经过反复的思考 反复的去验证 最终才写出天人节 那么天人节 这是一个 一个一卷什么样的书呢 它是一卷讲基本原理 讲最基础的构架 讲最底层的设定的这么一本书 那这么一卷书 那它和别的章节所不同的是 这卷书读起来非常抽象 然后呢 他讲的是奥秘中的奥秘 讲的是 就是 你会认为 他讲的是大白话 然后如果你不小心的话 会错过他的闪光点 里面有很多暗焦 那今天我们读四圣新元呢 我们就把这个暗焦 把它给找出来 把它很容易当面错过的地方呢 给它给揭示出来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 来了解 四圣新元这本书 所讲的体系的一个底层构架 那么在进入原文之前 我们先浏览一下 天人节这一卷 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因为我假设 各位是听过我们公开课 然后进入到正式课的学习的 那么关于四圣新元的这本书的内容 构架章节 我们在公开课里面已经讲过了 那到了正式课里面 我们就直接进入原点的学习 天人节 它包含一二三四五六十多张 十多个小节 我把这十多个小节呢 进行了一下划分 一共有 可以划分成四个部分 其中 有两个部分呢 是讲人体的构成的 这两个部分就是脏腑系统和经脉系统 按照现在中医内科学的 中医基础理论的一般看法 认为中医有两大基础 有两大对人体来讲 有两大基础理论 一个基础理论呢 就是脏腑企划理论 一个就是经络论 那么在这里呢 天人节 这一卷里面有所体现 好 那么还有一卷呢 是能量摄取 那么 我们管它叫能量摄取而已 实际上这里还包含着中气的运转模式 那么中气是什么呢 中气的运转 为什么要 花章节来专门解释它呢 中气的运转 怎样的影响我们身体的运作 怎么样呈现成为 生理和病理的 那样的一个规律呢 那么这部分放在哪里解释 放在基础算法里面解释 也就是阴阳变化和五行生客 那今天呢 我们要解决的就是阴阳变化和五行生客 在四圣心园里面 有若干个卷 天人节 六气节 卖法节 劳商节 杂病节等等 每一卷的一开始呢 有一个开始的引言 或者说呢 开篇的话 开场白 今天我们的解读呢 也是从开场白开始学起的 开场白就是天人节 引言的这部分 它在我们课间的第三页 西在皇帝 自于其博 做内经 以救天人之傲 其言曰 善言天者 必有焉于人 然则 善言人者 必有焉于天意 天人一也 为是天道 焉之人理 自 这段引言呢 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那么第一部分的核心 讲的是什么呢 核心讲的是中医的本质 中医的本质是什么 它和 我们可以和西医对比一下 中医 它自己特有的一个 西医所不具备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是什么 那就是天人医 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看一个人体 我们看 我们研究一门医学 我们知道医学是在人体上发生的 看一个人体怎么看 我们有关节 有骨骼 有肌肉 有脏腑 然后有细胞 有血液循环系统 有消化系统 呼吸系统 运动系统 生殖系统 神经系统 等等 我们神经呢 有分为各种神经 我们细胞呢 有细分为各种各样的细胞 承载不同的功能 这就是看人体 所有的 就是你和宇宙之间最接近的一方 的方式 就是你的身体 医学就是看人体 这是一个不需要去讨论的一个真理性的一个东西 但是中医认为 如果你仅仅看到人体 这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看到人体所处的环境 和它相关的东西 比如说身和心之间 我就碰到过很多很多 由于情治问题引发的疾病 然后再去治 治完了又引发其他的情治问题 然后 这个脏腑又出现了毛病 很多 我曾经治过一个人 他因为心情狂躁 然后去看精神科医生 精神科医生给他吃一些药 吃了吃着 他精神不狂躁了 变成其他的精神问题了 就是呆治 呆治完了之后呢 因为长期吃药 变成了肾结石 怎么办呢 没办法 精神科医生也拿这个没办法 然后求助于中医 这是双重 病因 组成了这样的一个疾病的状态 一个呢 是服药导致的疾病 一个呢 是情治导致的疾病 所以这时候如果没有 调节 通过 调节精神 来康复身体的这样的技术的话 没有办法应对 人呢 又不光是有精神和身体而已 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精神和身体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呢 就是人际关系 人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和人际关系有关 人只有很纯粹的 特别纯粹的喜怒哀乐是和物质有关的 比如说你好像我们说赚多了钱 就能怎么怎么样 实际上赚多了钱 你高兴 后面的底层的心理机制 还和人际关系有关 比如说你觉得有面 比如说 你买到了什么什么样的东西 很享受你在人群当中的那样的一个位置 真正的赚到钱 然后让自己生活安稳了 而感到高兴的情况 这反而是少数 现在社会很少人吃不上饭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的身体呢 我们的整个的状况呢 还和一年四季有关 还和这个环境有关 那么 如果我们只看到身体本身的话 这是一个极其狭窄的一个眼光 如果我们只懂得用显微镜去看的话呢 这是一个更狭窄的一个眼光 当然了会很专业 也会很精深 会解释出很多奥秘 但是中医认为 这不是中医的特色 所以呢 我们拿那种 大数据 多中心 双盲的对照实验 来验证中医的药 看是不是有效 这个对药来讲是有用的 但是对于中医的制法来讲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忽略了我们前面讲过的时间因素 人际因素 环境因素 心情因素 故意把这些规避了 那 也就是说把中医的根本给规避了 这样的话呢 所得出来的那个结论必然是西医的检查的结论 或者说用现代科学的方式来检查出来的结论 这一点和中医的特色是格格不入的 内经讲 善言天者必有厌于人 这句话出现于哪里呢 出现于皇帝内经素问的举痛论 皇帝内经有两本 一本呢叫做素问 一本叫做灵书 其中 素问呢 是讲人体的生理病理 灵书呢 素问呢 是偏重于讲脏腑 而灵书呢 是偏重于讲经络和扎针 素问当中有一篇叫举痛论 举痛论讲 善言天者必有厌于人 善言古者必有何于今 作者呢 取了前面一段 而且进行了发挥 说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天意 就是说 你能把握到基础的规律 那个基础的规律在人身上也会发生 在天地宇宙之间也会发生 形成这样的一个关系 中一是人和天都相关的 它的运作的规律在人和天之间是同一条规律 那么这种规律的话呢 势必不是非常精细的 它势必是一种整体性的 模糊性的 它的精细测量是 比如说我们要精细到细胞层面 那种测量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分子生物学的那种医学和中医学 就是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 那么两者呢 能不能相容 也有相容的可能性 这个到以后我们再讲 这里要找出一个规律 既适用于人 也适用于天的 那么这种规律呢 在内经里面啊 隐藏在这样的一段里 皇帝内经素问 六微止大论 话比较多 我们抽出精细的一句话 是以升降出入 无气不有 有一个规律 无气不有 没有东西不存在这个规律 没有东西不发生 这个规律所指导下的现象 支配下的现象 那个规律叫升降出入 那么既然无气不有 那么人体肯定也有 人体肯定也有 这种规律就是中医 适用的规律 这种法则 就是中医适用的法则 注意 为什么 天人之间必定要相 都是要有这个呢 因为 只有统一的 用来描述 生理也是一个东西 用来描述 病理也是一个东西 用来描述 药理也是一个东西的 这个东西才有效 理解吗 如果生理 我是用一个 来描述 用病理 用另一个来描述 用药理 特别是药理 再用另一个来描述 那完了 这些个是不互通的 你不互通 你怎么治病了 好 武器不由解决了 我们要解决升降出入 升降出入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要讲升降出入 那么我们要引申到比较远的地方 那 要引申到比较远的地方呢 也就会引申出我们这一刻的特点 这一刻有点烧脑 我们这一刻呢 会有点觉得 哇 很抽象 没有在讲医学 只是好像在讲大道理 有点这样的感觉 你甚至有点可能会思维跟不上 不过没关系 没关系 它不是很费推理逻辑 只是费我们对它的一个亲切性 我们会觉得这个理论亲切 不亲切 升降出入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需要借助 四乘心源后面的一个章节的一点内容来理解它 这点内容呢 就是中医六气 在四乘心源第二卷里面有六气节 这六气节的六气就是这个六气 当年我学这个的时候 我很生气 我生气了很多年 一会儿又绝音 一会儿又阳明 然后呢 一会儿又风目 明明是六个 然后呢 又用五行 又用五行来进行描述 很乱 但是后来黄炎玉老先生呢 四乘心源的作者给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六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六个东西啊 它是把人拿成六部分 这六部分呢 我们分别给一个符号来进行命名 就是绝音风目啊 绍音军火什么之类的 这绝音绍音绍阳之间呢 还有一种关系叫表里关系 表里关系就是这样的 太阳寒水和绍音军火 互为表里 绍阳巷火和绝音风目 互为表里 太阴师土和阳明造金 互为表里 讲到这里 也许你会想到 说老师 我听说过什么 这个肝胆互为表里 脾胃互为表里 你这边太阳寒水和绍音军火 互为表里是什么意思 此表里和彼表里 是不是同一个表里 表里又是一些什么样的关系 太阳寒水 绍音军火这些究竟是代表人体的哪一部分 是头发呢 还是鼻子 还是指甲 那么太阳寒水 绍音军火这六个部 六个东西呢 它代表的是人体的几个侧面 或者几种几个 几个药素 我们举一个应用 比如说 在十二经脉里面 就是用这六个东西 配到手和足上 来命名经脉的 我们看一个 手太阴肺经 是太阴吗 太阴是什么呢 太阴就是太阴师徒 比如说 足 绍阳胆经 胆经 绍阳是什么呢 绍阳向火 在《黄帝内经》里面 专门有一篇 论述 为啥 太阳寒水和绍音军火在一起 为啥 绍阳向火和绝音峰墓 在一起 这一篇呢 叫做 《黄帝内经》素问的 阴阳离合论 阴阳离合论 前面的文字很多 我们要详细解释它呢 很费口舌 所以这部分呢 我们先略过不看 我们看下面 我标出红的 这一段 这个D 就是咱们 天人节的第一部分的 这个皇帝 自于齐伯的这个齐伯 就是那个齐伯 皇帝和齐伯是虚拟人物 皇帝作为君主 齐伯呢 作为君主的老师 同时也是臣子 皇帝问 为什么有三阴三阳 也就是为什么有 太阳寒水啊 绍阴军火 这类的东西 齐伯就说呢 他说呀 天地之间是有阴阳的 阴阳要怎么分 是看我们人 去怎么认识 我们拿阴阳来干什么呢 来认识天地宇宙 所以呢 春生夏长 秋收冬藏 那我们拿三阴三阳 来怎么认识 我们的外界呢 是这样的 齐伯假设有一个人 向南面站立着 就这句话 圣人面南而立 他假设有一个圣人 面南而立 就一个圣人 面南站着 就定义出位置来 这个圣人的前面 叫做广明 后面叫做太冲 前面的地方 叫做广明 后面的地方 叫做太冲 我们把这个块块 拿掉 就是这样 这部分是广明 这部分是太冲 广明和太冲 你不要管它是什么含义 它是标定 前后两个部分 的一个符号而已 太冲之地 名曰 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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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明之下 名曰太阴 太阴之前 名曰阳明 前面是广明 这有一句话呢 叫终身而上 名曰广明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一半的上面叫做广明 也是可以的 没关系 广明的前面 广明的下面 叫做太阴 太阴之前 名曰阳明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 注意这个太阴 邵阳呢 是在这条线的上方 而太阴 之前的前面 名曰阳明呢 是在这条线的下面 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太阴之后 名曰邵阴 邵阴之前 名曰绝阴 太阴的后面 是邵阴 邵阴的前面 是绝阴 那就这个人 站在中间 这个地方 是绝阴 绝阴之表 这是表 名曰绍阳 这个地方是绝阴 之表 名曰绍阳 表是什么意思呢 通过这个图 我们就可以 捕捉到 这个模型 它 这段话 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有一个是上下的 有一个是前后的 有一个是怎么样的 只可能是 这个方向的 那么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有一个是上下的 有一个是前后的 有一个是左右的 上下前后左右 就把我们的空间结构 完全给描述出来 已经不存在 另外的空间结构 在我们现实 这个生活的 这个世界当中 好了 除了描述空间结构之外呢 它还是描述 这个世界最少的构成 或者最底层的构成 这世界最底层的构成 是什么呢 是这三个东西 太阳 寒水和绍阴军火 水和火 寒和火之间呢 是温度的关系 温度多了 还是温度少的关系 阳明造金 和太阴师土之间 湿造的关系 绍阴风目 和绍阳向火之间 这个词呢 有点难理解 那通过我们 中医基础理论 我们知道风是什么呀 风啊 善行硕变 很善于变化 我们通常得风症的人呢 最典型的感觉就是变化 那个疼呢 一会儿在胸口疼 一会儿在背部疼 一会儿在腰上疼 还有人得的风呢 是风湿 就是一会儿疼 一会儿不疼 一会儿大疼 一会儿小疼 等到天要下雨之前 它就疼 它会不会不断的变化 不是持续的那种 这就是风的特征 所以风的特征是变化 它和向火 向火是什么意思呢 向火就是一个位置 那么这个疼痛的幅度 是什么样的幅度 这个疼痛在什么样的位置 实际上也是变化的一个意思 那么加起来呢 邵阳向火和绝音风目 它是表示运动 那么也就是说 在古人的眼里 起码在皇帝内经 这一段的眼里 我们的世界的底层的运作机制 是什么 有三个东西 一个呢是有温度的 一个呢是有湿度的 一个东西呢是能 一个呢这个东西是会动的 内在会动 发生运动变化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会出生 会成熟 然后会慢慢坏掉 会慢慢变没有掉 有这个运动过程 当中的运动呢 又叫做契机 而契机呢 就有两个 两种方式 一种呢叫升降 一种呢叫出入 出入 又有一个别名 叫开合 所以我们回到 这段话 升降出入 无器不有 这就是 这个六为止大论的 升降出入的意思 既然升降出入 无器不有 那么作为已经 我们知道是底层 运作机制的 含热和造湿 同样也是无器不有的 这就是我反复 给大家讲过的 说中医有三个维度 通过三个方面 去认识人体 一个呢是气机的 升降出入 一个是含热 一个是造湿 你看你的是 这个口腔干燥不干燥 关节干燥不干燥 脾胃是不是很湿 湿在下肢是什么样子 湿在体表是什么样子 热在体表是什么样子 热在脏腑是什么样子 那么没有人来 很少有一个系统性的著作 来描述升降出入 只有我们四生心缘 当然了 后世有一些人 专门编辑了所谓 升降中医学 或者气机中医学 也有人干这种事情 但实际上 更系统更全面的 用一个模型描述的 就是我们四生心缘 好四生心缘怎么样去描述它呢 就是我们后面要解决的事情 四生心缘天人姐接着讲 他说呀 凯阅人中井而后 阅人呢就是扁阙 中井呢就是张中井 扁阙有书呢叫做 难经 张中井有书呢叫做伤寒论 这两本书一直我们现在还在用 密典服传 密典服住 至教无传 没有人传道 言下之意啊 道在哪里 莫解其要 大家都不 大家都 都不了解 言下之意 谁了解 对吧 所有人都干一件什么事情呢 探地载之咬忙 唱民之 唱民意之忧生 图托大象 不测其缘 这个地载呢 就是时间 时间很宽广 民众呢 对这个 这个道理呢 隐藏在 世间呢 非常的深 所有的人 生活在宇宙空间 但是呢 不知道自己生活 为什么生活在这里 空空的过了这一辈子 莫解其要 这就是这段话的 大致的意思 至于说 群称乳虎 种好苍蝇呢 这里用了一个典故 乳虎苍蝇呢 是指非常厉害的 具有杀法性的东西 司马迁有的史记呢 史记呢 有一篇 专门是写酷吏的 酷吏啊 就很很 用用行 用手段 非常残酷的那些人 那么 在 汉朝 有两个非常著名的酷吏 被司马迁 写入到了史记里面 其中一个被人们称为乳虎 另外一个呢 被称为苍蝇 乳虎就是 喂 奶孩子的 母老虎 就生了小老虎 给小老虎 喂奶的 那样的母老虎 这种老虎 特别厉害 苍蝇呢 就是猎鹰 猎鹰也非常厉害 那么所有人 都被这种疾病 和医生 加起来 去残害 他的生命 不光人是残害 不光疾病是残害人的生命的 医生来自己残害 也来残害人的生命 所以 叫啊 人有望之极 依法不死之方 非常感慨 所以做天人节 天人节 阴阳变化 阴阳未判 一气魂芒 气行阴阳 则有清灼 清则升伏 浊则沉降 自然之性也 生则为阳 降则为阴 阴阳意味 两亿分焉 清灼之间 是为中气 中气者 阴阳升降之疏轴 所谓土也 很抽象这段话 比较难搞 那么我把它的理路 给分析出来 就是这样子 清灼等于阴阳 等于升降 等于左右 你看 这边还没有讲左右 讲了阴阳 讲了清灼 讲了升降 实际上还有臣服 我没有写臣服 我在这边再写一些 等于 那么为什么要讲清灼 阴阳 升降 左右 臣服 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呢 讲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为了定义一个东西 定义中气 通常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脾胃叫中土 大家都很平常的都知道脾胃是中土 或者叫中周 脾胃属土 也叫中气 这是很平常的说法 但在这里 对这种说法 对这种说法 它是这样剖析的 脾胃并不等于就是中土 并不等于就是中气 中气或者中土是什么东西 它是清灼之间 什么叫清灼之间 就是说有A 有B AB两个东西 发生关系 它们俩之间 这叫中气 或者叫中土 而不是AB 这个本身叫中气 或者叫中土 比如说我在这里讲课 你在这边听课 我讲和你听之间 这个这一团关系 叫做中气 并不是我和你加起来 叫做中气 理解吧 所以我们用药 或者扎针的时候 我们怎么用呢 比如说黄云玉到后面 我们会学到有一个叫下气汤 下气汤呢 它又用一个药呢 把脾胃 或者把人的气机往下降 往下降完了之后呢 它还要一边用一个药呢 把人的气机往上抬 好像很矛盾 但实际上人体会自动识别 这种升降 一边往下降的 另外一边就往上抬 这两个药之间 形成了一种升降关系 就会得到这样的 大概是这样的 一个循环 这是中气的奥秘 把这个奥秘讲出来的 我发现的人很少很少 一般我们就会讲 疲惫就是中土 疲惫就是中气 所有东西的中间 就是中土和中气 这里讲不对 两个东西 它们之间发生关系了之后 它们这团关系 对到中气 用符号来模拟 就是这样子的 升符 沉降 这是轻的 这是拙的 我们用虚拟的箭头来表示 这种运动 那么这种运动 相互之间 我们用虚拟的一个圆 来表示中气 那知道了这个中气的原理 对我们以后 浅方用药 或者说 配置穴位 很有用 比如说我们治打嗝 打嗝是一种上膩 对吗 那为什么会出现上膩呢 那因为不沉降 气息不降 气息不降 所以我们要往下降 那么在往下降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到啊 所有往下降的东西呢 到了底 它一定会往上反弹 所有往上升的东西 到了头 一定会往下反弹 那么我们在这边 用一些反弹的力量 在这边用一些反弹的力量 使得呢 这个圈呢 是顺利的运转起来的 这个时候 人体的气机才会流转 那么这个打嗝就会治好 比如说大喘气 咳嗽 比如说上火 这些 比较前表的东西 其实 如果应用了中气的这个原理 挺容易治的 过年期间 我的丈母娘 她告诉了我 她的身体的一个状况 这状况呢 她老口渴 那么要喝很多的水 一边口渴呢 一边口苦 然后喝了很多的水呢 还不解渴 完了之后 尿出很多尿来 我就问说 血糖高不高 结果呢 血糖一点也不高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升降失序的这么一个 症状 那这个症状怎么解决呢 我们要把它口渴的 口苦的 在上半身的 那样的一个灼音 给往下降 然后呢 下面很容易小变 小掉很多变 那些个 这个 东西呢 就得到一个调整 然后再把下面的契机 给往上推 那一个方子呢 就是四圣心园里面的 两个方子 到以后我们会讲 什么是疏轴 疏轴就是阴阳升降 称之为疏轴 也就是轻浊之间 阴阳之间 叫做疏轴 所以中气 它不是一团气 而是一团关系 凡是讲到关系 必须有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的要素 按照中 中医的 这样的分类方式呢 都是两两相偶的 所以叫做阴阳 疏轴运动 轻气左旋 而化为火 浊气右转 而降化 降而化水 化火则热 化水则寒 方其半生 未成火也 明知 曰木 木之气温 气温 生而不已 积温成热 而化火矣 方其半将 未成水也 明知曰金 金之气凉 降而不已 积凉成寒 而化水矣 这段话讲的是什么 这段话呢 把一个整体 一个完整的一个对象呢 划分成四个部分 这四个部分呢 分别就是 水火金木 这四个符号来描述 水火金木 这四个符号来描述 不是五行 不是四行 是四个符号来描述 这个整体的四个部分 或者整体 或者一段的 一个循环的四个阶段 实际上一个循环 或者一个东西的整体 我们都用一个 圆去描述 去模拟 那么水火金木 在这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起到是分 标定分野的作用 我是属于哪个阶段的 比如说我的课 我上到 是上到第几阶次了 第几阶次了 第几年级了 对吧 我已经成长到 什么 水平了 金木 水火 这是标定 所处的位置 而 寒热 温凉 这个是描述 这一个阶段的 这个位置的属性 好了 前面我们讲 所谓 清灼之间 是位中气 在这我们就能看出来了 中气在哪 火的热 和水的寒之间 这两极之间 这有一个地方 虚拟的 叫做中气 木的温 金和金的梁 它们之间 有一个虚拟的 叫做中气 水火金木 这叫四象 四象就是阴阳的升降 阴阳升降 就中气的沉浮 到这里呢 作者反过来讲 中间这个中气 是虚拟的 或者说呢 它不是 这四个阶段当中的 一个阶段 它不是这四个部分 当中的一个部分 它是标出 这四个部分的 一个关键点 我们很难想象 我们从这儿画一条线 从这儿画一条线 这儿没有交叉点 这个交叉点 是标定出 这四个部分的 一个 一个关键点 这个关键点呢 你可以说它是存在的 也可以说它是虚拟的 就好像道德经讲 万物负因而抱扬 充气以为何的 那个充气 充气是什么 充气我认为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 大概这么一个点 我根据万物负因而抱扬 充气以为何 和那个 阴阳之间 设为中气的原理呢 设计了这么一个太极图 这个太极图当中呢 红色表示阳 蓝色呢 表示阴 从这开始呢 阴慢慢缩小 阳慢慢长大 阳到这是极点 到了极点之后呢 阳慢慢变小 阴开始有 然后慢慢变大 阴到了极点之后 往复循环 用三元色来进行表示呢 就是表示这是一个很基础的东西 那么中间这个蓝 黄色的小圈圈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虚拟的 这个虚拟的作用 就是标定出阴阳二气的运转 那么它接近于在这里的这样的一个 虚拟的一个原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好 那么这个意思 作者是怎么表示的呢 作者是这样表示的 水火金木是名四象 四象即阴阳之升降 阴阳即中气之臣服 分开来讲是四象 合过来讲 合起来讲 不过是阴阳 然后呢 分开来讲是阴阳 合起来讲 只不过是中气之所变化 所以 如果说我们不把中气给标定出来 它就没有 所谓的上下左右 也就没有所谓的 温热寒凉 注意到没有 我们刚才推导的时候呢 是 有 先有火热寒凉 然后呢 它们之间的虚拟的地方是中气 然后呢 我们又反过来讲 如果没有中气的话 我们标定不出火热 水寒 金凉 木温 作者是这样突出中气的 木火金水是把一个整体分成了四个部分 而阴阳呢 是把一个整体分成了两个 分成了两个部分 同样一个整体 分成四个部分 或者分成两个部分 都是这个整体 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个整体 不进行划分 无所谓什么上下左右 这个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 天人节一开始进入正文的第一句话 我们刚开始略过的那段话 叫阴阳未叛 一气浑芒 那么什么东西 能够标定这一气浑芒 只有中气 能够标定这一气浑芒 所以如果硬要 把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 再捋一遍的话呢 可以这是细分 可以这是粗分 然后呢 这是不分 中气是不分 这就是阴阳变化 在这一段 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 人可以分阴阳 很多阴阳 气血 血为阳 气为阴 男女 背部和腹部 背为阳 父为阴 左右 左为阳 右为阴 上下 上为阳 下为阴 精神 神为阳 精为阴 在具体 脏腑之间的关系 每一个 每一对脏腑之间 都有一个阴 一个阳 那么这些阴阳之间 是我们作用 我们用药的 那个 落点 所在 接着 这个阴阳呢 刚才是很抽象的东西 讲阴阳 那么接下来呢 把阴阳 呃 然后四段论呢 放到一个稍微有一点点 具象性的东西 那就是一年上 一年把它拿成四个部分 就是四季 比如说 满一年 拿成四个部分 这是夏天 这是冬天 这是春天 这是秋天 春天的时候呢 阴见消 阳见涨 秋天的时候呢 阳见消 阴见涨 逐渐逐渐天气越来越凉 这已经是够抽象的了 虽然以虽然我们是把阴阳 拿来 划分四季 也挺抽象的 实际上的四季划分来自于什么呀 来自于地球和太阳之间的相对运动 来自于日照的夹角 来自于这个东西 那作者不管这一套 他只管阴阳二期 那么四季之间 它们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呢 我们用水来表示冬天 木来表示春天 火来表示夏天 金来表示秋天 我们就知道春天的温化成了夏天的热 夏天的热呢 变成了秋天的凉 秋天的凉变成了冬天的寒 冬天的寒呢 因为到了头了 之后只好又走一遍 又变成春天的温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也就是木生火 火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理解吧 那么这个四段 四段的这样的一个分法 是一个很基础的分法 中国文化很讲究这种四段论 除了春夏秋冬之外 人呢 有生老病死 一个事件呢 有成柱坏空 一个 一段文章 也有起成转合 为什么老师四个四个呢 前面不是说 三阴三阳吗 为什么到了这里是四个呢 那是因为啊 三阴三阳是描述 最基础的 底层的东西 而把这些底层的东西呢 构成一个现实之后 的基本单位是四 如果你还不理解的话 我给这个图给你 你就比较理解了 看到没有 中间那个土是没有的 或者是在中间的 四端 就是木火金水 构成了一个四面体 四面体可不简单 四面体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宇宙中最基本的立体 也就是说 我们看待一个事情 从四个面去看 就够了 同时也告诉我们 我们看待一件事情 通常只能看到三个面 比如说 我们这个四面体呢 我们只能看到这个面 这个面 有两个面是看不到的 看到这个面 看到这个面 这正四面体 我们居然有两个面看不到 我们看见一个东西的循环 发展阶段 我们分成四段就够了 既然四段就够了 为什么会生出五行来呢 这是怎么搞的 所以接下来 作者要解决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我究竟用什么样的模型 去描述契机的升降出入 如果没有这个图 契机的升降出入 是无法描述的 那么有了这个图 有了这个图之后 如果这个图永远在中间 它不参与 它的图 它如果没有一个模型 把它放在一周 去 那个 去循环的话呢 就无法达成一个什么样呢 达成一个升克 这种关系 升就是 扶住 克呢是抑制 所以在这里呢 作者必须解决 这个系统 这个模型 和 循环的 或者说和 搞成一圈的 这个五行之间的关系 这里呢 搞成一圈的 我用了两种 两个模型来表示这种五行 一种呢 是相邻的是相生 相隔的是相克 这是左边的这种 右边的这种呢 相邻的是相克 相隔的是相生 怎么表示都可以的 怎么表示土呢 都是和其他的绕成一圈 而这个模式呢 怎么表示土都不绕成一圈 那么当土不绕成一圈的时候呢 只有木火金水之间的相生 和它们之间的对冲 而无法达成 这个相克 咱们呢 有一个体系 是专门用相生相克来 这个 治病的 这个体系呢 叫做 是辅行诀的汤液经法 辅行诀呢 是近些年出土的一本 敦煌的医书 里面呢 有很多上古的药方 有很多药方呢 还是商寒论的 这个方济的来源 是和商寒论的方济同一个来源 那辅行诀所用的 浅方用药的那样的一个原理 就是五行相生相克 可是如果描述了 五行相生相克的话呢 就 无法描述 气急的升降 所以辅行诀 这本古代一书 它是没有描述 气急升降的 也就是说 它不注重 阴阳二气之间的 辩证 作者在这里 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 四项加上土之后的两种模式 它只有解决了这两种模式 才能 更好的 又表达五行 的 相生相克的流转 又能够 描述 气急的升降 那么它是这样做的 它说呢 春生下掌 是木火 秋收 冬藏 是金水 土无砖位 寄望于四季之月 那么这句话麻烦了 什么叫四季之月 四季之月 它说的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模型 把一个元分成十二份 或者说把一年分成十二份 分成十二个月 其中呢 有三个月是春天 三个月是夏天 三个月是秋天 三个月是冬天 春夏秋冬每一季的开头都叫做梦月 每一个中间那个月呢 都叫做中月 每一个最后那个月呢 都叫做季月 四季 就是每个 就是春夏秋冬 分别最后一个月 更精细的算法呢 不是一个月 是最后十八天 那么 这就是土无专位 寄望于四季之月 各十八日 的意思 春夏秋冬我用绿色的来表示春天 红色表示夏天 白色表示秋天 蓝色表示冬天 每一个 春夏秋冬每一个最后都是土 这个土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把木转换成火 把火转换成金 把金转换成水 把水转换成木的一个过渡 或者转换机制 土就是过渡和转换 那么也就是说 把土啊 绕成一圈 最应该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呢 就是把土分成好几个 在木火金水之间分别有一个 那么这种方式呢 既把土绕成了一圈 又解决了土是协调金木 水火 或者说木火火金 金水水木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12个部分呢 我们给12个符号 给它描述 就是12地支 自受银卯乘速 未生有虚害 再用数字来描述的话呢 而且描述月份的话呢 就是从银月开始 算是1月份 然后呢到6月份的时候 就到这个未土 因为是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在生木 这个土呢 是受火生的 6月这个土呢 是受火生的 所以作者在这里讲 其司令之时 就是土旺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是6月之间 就这个意思啊 土旺的时候 就是6月 农历6月啊 农历6月通常会下很大的雨嘛 我记得有一年北京农历6月下大雨 还淹死人了 那就是6月发生的事情 那么6月这个土呢 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属性 湿 湿是什么 在天气 在天地之间的湿 就是下雨 天地之间的湿 就是下雨 下雨呢 就是下很多HRO 湿就是HRO 天地之间 知道吗 天地之间的水呢 不是HRO 天地之间的水是寒冷 所以人不能寒冷 我们之所以说 不能吃凉的 就是人不能 这个 去把人体的恒温这个机制给破坏掉 实际上少吃一点凉的也可以 人体发热的时候吃凉的也是 也是可以的 来去平衡它 但是不能去破坏这个身体的自我恢复的能力 好 那么作者在这里 是怎么定义五行的呢 作者在这里定义的五行是 把土 绕和其他的五行绕成一圈 这才叫五行 知道吧 把土 把土和其他的五行绕成一圈 这才是五行 那么四项 和五行之间 是什么样的关系 四项和五行 是共同描述一个对象 共同来描述一个对象 而黄云玉更 推崇的 用的更多的是四项 阴阳升降的这种方式来描述人体 有的时候也用五行 有的时候也用五行 所以如果不理解 这套体系 和这套体系的 相同 或者不同 如果不理解这套体系 他又变换成 这套体系 那很难搞得清楚 黄云玉在说什么 这就是他的一个底层的 逻辑或者基础的语言 这十二地支当中 子是表示水最寒冷的时候 天气最寒冷的时候 五是表示天气最热的时候 夏至和冬至 是表示一天当中 太阳最亮的时候 或者太阳最暗的时候 这个我们需要 这个知道一下 因为到后面 黄云玉会 只讲子五 而不讲其他的东西了 那个时候我们要了解 讲了子五 就是描述这个模型 用这个模型来讲东西 讲了五行升克 就是用这个模型来讲东西 有时候讲五行升克 也是用这个模型来讲 那有时候讲 这个木主升金主降 火主开水主合 火主发散水主必藏 是用这个模型来讲 因为黄云玉是这个底层秘密的发现人 他发现了上帝的奥秘 所以他来回来去的穿梭 很自由自在 他觉得很嗨 这真害苦了我们读书的人 我们读书人如果不理解 他是在各种模型里面去描述的话 那读的会很难过的 那么中医学的模型之间的不同 是很造成各种理解之间的困难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你比如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最大的 最令人苦恼的东西 就是五蕴六气当中的六气和张仲景 那个六经病的那个六经用的词是一模一样的 绝音哨音用的词是一模一样的 还有经络用的词是一模一样的 就造成一个很大的困难 困难就是当你讲绝音的时候 你认为经络和天气之间的那个绝音 就是经络的绝音和天气之间的绝音 和张仲景六经病之间的绝音 你认为他们之间是有关联的 实际上他们之间是没有关联的 可恶的是他们用的同一个词来表示 用了同一套表示 同一套这个语言来表示 是不同的意思 所以难点在哪里呢 难点在于模型的理解 一个规律居然用了不同的模型去讲 所以是很可恨的 有本书叫做周易参同契 我不知道你读没读过这本书 可能你听过这本书吧 听过的朋友打打这个文字 告诉我一下 你知不知道这本书 这本书呢很难读 这本书呢是炼丹的 称为万古丹精王 这本书呢 把上古的化学的内丹 外丹 转换成人体炼 内丹的这样的一个修法 好了 这本书是你会认识当中的每一个字 但是你永远读不懂 他这本书是什么意思 这么一本书 原因就在于周易参同契 用了你很难想象的多少种模型 去描述同一个东西 他用了八卦 六十四卦 十二地支 十天干 五行 十二音律 合图 没有还没有 还不是主动印的合图和洛书 六十四卦当中呢 还有六摇 六十四卦当中呢 又有两种 一种呢是 反正六十四卦 他用了两种六十四卦 就光这些东西 每一个你学会都不简单 作者呢 居然用不同的模型 去描述同一个东西 当中呢 还用一些淫语 这造成读这本书的困难 而这个困难 在我们中医的书当中呢 难度丝毫不亚于周易参同契 甚至难过于周易参同契 为什么说 因为周易参同契 他自己说 自己解释说 我是用大义 炉火和 这个道家 三个理论 融在一起的 这是作者自己讲的 他就揭示出这个奥秘来了 而我们中医书呢 各讲各的 从来没有人讲 最后的底层运作 甚至黄元玉本人都没有讲 这是 好多套模型 黄元玉本人都没有讲 但他非常鲜明地 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而且自觉地把各种模型给 这个 在 讲同一个问题的时候 给使用出来 而且呢 去梳理他们之间的关系 黄元玉毫无疑问 对各种模型之间的换算 是有极其清晰的认识的 所以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也知道 为什么中医书难读 为什么像周易参同契这种书难读的原因 我们也知道了 怎么样把难读的书 读得比较容易一些 怎么样去理解 就是说 这本书去批评另外一本书的不对 胡说八道什么之类的 可能是并没有进入人家的语境 好我们小结一下 我们这一刻呢 和大家认识了天人解当中的 隐言 隐言的前面一段呢 比较 有营养 他讲的是中医的特质 一定是脏腑加情绪 就是人体 肉体 加情质 加人际 加环境 加时间 等等 层层叠叠的 一个复合的大系统 这才是中医 否则我们吃那些动物啊 吃那些矿石啊 吃那些植物啊 怎么能治得了病呢 他的机制在哪里呢 中医用这种同一套模型 一个扩大化的东西 用同一个规律 来进行认识 这是中医的一个特质 用书的话来讲呢 天人一 现在我们喜欢讲天人合一 就是天人一 然后呢 我们在阴阳解当中呢 我们学到什么叫中医 中医就是两者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你和你太太之间的关系 你和你先生之间的关系 内组关系叫做中医 中医不调和 那你们就不爽 这个中医并不是说 这个人说话声音洪亮 中医很足 那个中医是文学语言 这里的这个中医呢 是一种医学术语 中医怎么定位 去定位中医必须有两端 或者两个相关的东西 才能去定义中医 以后我们会有机会开 线下课程 那到那个时候 你才会 我们还会讲一个东西 人体的正气 自己可以并 并不是说人体自己本身 病不了 人体自己本身 你不干任何的事情 这个人体本身是可以病的 那个病 还很有意思 那个病往往是大病 都是了不得的病 你现在听到的 社会上能死人的那种病 这都是有正气治病的意思 揭示正气治病的 书很少 那么这个苗头就在 就在四圣心源里 有一点点正气治病的意思 当我们真正理解了正气治病 很多病在你看来 其实不那么可怕 就是说你起码有方法去对付它 你对付的好 对付的不好 好到什么程度 什么时候好 这是水平问题 有没有思路 那是另外 那不是水平问题 那是有没有 就是那是从技术上 有没有这资格的问题 我们把阴阳 这种分法呢 不断的应用 可以分成二分 四分 八分 十二分 二十四分 等等 常用的分法呢 是四分法 五分法 六分法 和十二分法 我们这本书 着重在四五六 这三个分法之间 进行去 来回来去的穿插和换算 天人解当中的阴阳变化 主要讲了二分法 和四分法 附带讲了五分法 那今天 看来我们没有 时间去讲五行生客了 那我们稍微预习一下 五行生客 是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金克木 他的描述的模型 土就在这里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火克金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在克金 是这样描述的 用这边来描述也可以 这边呢 是相邻的是相克 相隔的是相生 相克的是这样的一个方向 相生的是这样的一个方向 黄元玉认为 这种所谓的相生相克 不是在质地上 比如说金 斧头砍了木 刀切了菜 这叫金克木 并不是说木头破土而出 是木克土 如果刀切了菜 种子破土而出 这种是要以质也 质就是物质关系 那么黄元玉认为 相生相克 不是质 是以气 气是什么呢 气就是气机运动 气机的升降开合 这是五行生克的第一段 五行生克的第二段 黄元玉具体解释了 为什么五行是相生的 第二段他解释五行 相生的原因 第三段呢 他解释了 为什么五行是相克的 就是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 那这里呢 还有很多奥妙 没有被揭示出来 那么我们揭示奥妙的话呢 我们下一课 我们再讲 今天先复习一下 下一课再讲的时候 先预习一下 下一课再讲的时候 就比较简单了 好 21点30分 那么我们的课呢 到这儿呢 就告一段落 下面呢 我们布置一下作业 布置作业的 作业的 做的方式是 找任何一个图 找任何一个目标 找任何一个目标 把这个目标呢 去你去观察这个目标 把这个目标呢 观察出他的阴阳的不同部分 然后找出他的阴阳的不同部分来 用文字和画画的方式 把这个目标的阴阳的不同部分 给画出来 这就是二分法 好 比如说 我观察到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呢 叫做 人 我就写人 这个目标呢 有两种人 有两种 一种呢 叫男人 一种呢 叫女人 然后呢 我用图画的画出来 简笔画 比如说男人 我用这么一个图片 给画出来 我画在白板里啊 男人 我用这么一个图片 给画出来 当做男人 女人呢 我用这么一个图片 给画出来 或者说这样子 这样更合适一些 画出来 这个目标呢 就是人 这个目标呢 分成两种 一个是男 一个是女 能分出男女来 那我们就能够定义中气 好吧 这是我 示意的 这么一个意思 当然你还可以 有其他的目标 例如说我们再想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呢 称为 嘴巴 这是 上嘴唇 这是下嘴唇 唇 上嘴唇 下嘴唇 再比如说 我们再定义一个目标 是风扇在动 是风扇 这个风扇呢 在动 这个风扇呢 不动 就这样子啊 总之 你找出 一个东西的不同状态 阴阳 的 这个不同属性 在这个东西上的一个展现出来 那么一个人要找多少个目标呢 一个人要找十个目标 好吧 要求是 要求是 有目标 写出所分的阴阳 画出所分的阴阳 这就是作业的要求 怎么做作业呢 你用一个小本本 把这个画出来 然后呢 拍出照片来 发到咱们群里面 大家一起观赏 一起 这个讨论 一起热闹 这就是做作业的方法 好 这一刻呢 我们就到这里 这一刻是四圣星元的天人解之一 我本来安排了阴阳变化和五行深刻 那看来只讲到了阴阳变化和五行深刻的一小部分 那么下一刻呢 我们讲五行深刻和五行的其他的内容 好 到这里吧 下课 下课